那我那天看到那个小贩中心 牛车水 哇 那个老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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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姨 老姨阿 老姨好像有点便宜 老姨阿 他一个人躲在三个的厨价 他们把那个厨价弄成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就关在里面 然后他们还他就在那边 一个人 我跟你讲 你打赏老姨阿 啊 做个厨价就 resign 了 你老姨阿 六七十岁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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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呢 不是一个呢 平时我们去咖啡店后 去harker center 有个厨价的 non厨价的 对不 我不知道这三个 是不是有厨价 应该是没厨价 因为牛车水好像没有马来西亚 比较少回教的食物在里面 在外面呢 最繁忙的 你们上那个佛梯 佛动电梯上去 你就看到 那个收集处 当然 现在他们设计的 就一个中央的收集处 你要盘这样 那个 那个 输送带 输进去 那个 会不会有问题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 我要选择一天 防忙时间去 这些 刚刚好的 好像 那个 market street 区别人 选防忙时间 我要去做 视察 我自己要去 视察 就看到 就可以知道 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反对新加坡提高卫生水准 我不反对大家 吃好的 自发的 收碗盘 收 还那个托盘 我本人在从前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我跟张 大姐 就是 吃完东西 我们都是 弄弄干干净烈 然后放在那边 我们就离开 我不会吃到好像 好像 好像神经错乱 吃到满 坐纸都是那些 吃剩的东西 我不会做这种事 我真的 这个是我 我敢讲 但是 我发现的问题 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说 比如说 我说 新加坡过去真的有人贪污 对不对 真的有人贪污 但是 整个高薪养年的制度 我认为是成功的 但是我也担心 下来的这些 很多也是高级的 高高层的 局长 曾经有贪污局的副局长 还是那个民房局的总监 那个是绯闻还是贪污也不懂 总之是有些事情 有这些事情发生 还有 MRD的 当然MRD 那个是属于官 政府还是 办政府 总之 就算 就算私人公司 贪污也是在 贪污调查局里面的 规范里面 所以我担心的 不是那些高薪养年的人 因为他们贪污他们真的是不应该 他们 到目前没有这个 个案 但是下面的人 所以我想高薪养年 会造成 上粮 不差 下粮完 那我们知道那个新闻 我不想讲那个新闻 两个一个是主编 一个是 就被抓 对不对 邦大哥 都没有放那个新闻 总之 这个新闻是 我本来不想讲 突然我就讲 告诉你大家 告诉你那个新闻 康登 撰写 诽谤性文章 网络公民主编的文章作者 被判入狱 当然他们 被判入狱 他们遇到的事情蛮多的 就是他们犯的唯利是蛮多的 一个就 作者就判三个月 主编就 入狱三周 作者 他就用别人的户头 然后他也 有一些 滥用电脑法令 原来 而且他盗用别人的 电邮的户头 去发文章 这些人 我也是觉得有点 怪啦 你要批评政府 不是不可以 你要有评有据 你连自己的身份 都不敢 告诉人家 何必呢 你做什么 你害那个 电邮的那个 户口 的那个人士 你是真的 害死人 本来你滥用电脑法令 可以判最高两年监禁 最高五千罚款 现在呢 判他 三个月 算是判清 所以 那个文章我 我没有去读啦 大概你 诽谤政府的文章 因为你指责说 最高级的官员 所以 有人 问我啦 张大哥你会担心吗 我说没有什么担心啊 我认为高薪养联 这样的 政府 这些年来 是成功的 我们的 连接排行榜 都是排在前面 那我们的部长 从 应该要这样讲 从总统到部长 到政务部长 政务次长 so far so good 这些都是事实啊 那 担心的是 下面那些 但是有些 还是局长 还是工程师 也不是普通的人 这些人 为什么会 贪污妄法 所以我就会怕 我就怕 上梁不差 我不说上梁不正 下梁歪 我没有讲他们不正 我讲不差 不是不正 不差就是没有去 去查看 所以下梁歪 所以我告诉那个网友 说不用担心 张大哥的影片 都是谷歌 我如果有做攻击性的 诽谤性的 谷歌也会bank我 我没有啊 我都有立场 大家也知道 很多时候 我都跟你讲 我是以中间 选民的路线 那我姓 我姓张 所以我称大哥 我不需要告诉大家 我的名字 但是我指谁 就指他的名字 不会把人家的名字 用禽兽的那种字眼 谷歌 没有用的 你怕你就不要写 所以我看到那些网友 对不起啊 我不是说看不起你们 你们写 你们把人家的名字用 动物的名字 那种谷歌 啊 好像我们未来的总理 你 你写 黄寻财嘛 你都不懂写什么 财是发财的财 你写成财狼的财 何必呢 是不是 从前常常有这些人做这种事 其实有关当局也是知道 没有 就是说做这种事何必 你要写你指明报信 堂堂真正 那倒不如你 你写一些东西 影射或者是诬告 倒不如 堂堂真正 找出他们的问题 好好的 发出你 针对性的 甚至可以说 批判性的 责备性的 没问题啊 我们公民嘛 比如说 现在你环境发展不逆 你把整个清洁工作的成本 提高很多 讲真的真的提高很多 表面上他们没有请那些 清洁工人在每张桌子骂 他们也省不到人了现在 因为他们要守在那个厨房里面洗碗 他们会请更多洗碗的人 因为很多碗叠回来 所以这个世界的那个步伐就 上班的步伐就快了一点 过去啊 大家说 哎呀我来到Hokker Center 我看 哇这边排队那边排队 我排排排 排了我找位置 我放Tissue Paper 我找位置 有些人说 这个没有位置 我们不在Hokker Center吃了 我们就跑到 路边的那些小小室店 私人的开的 所以大家可以跑来跑去 现在Hokker Center很方便了 吃了就可以拿开了 就有椅子 就有位置 不需要排队排带酒 表面上是好 问题是 你根本没有那个清洁工人 跟那些服务人员去面对 吃剩的托盘 这个就是问题 吃剩 就是那些托盘 吃剩的那些碗碟的托盘 也没有办法去应付 所以问题是在这里 那现在因为发生了牛车水 这个小贩中心 哇 托盘没有收好 乱剃八糟 所以你现在紧张起来 每个防盲时 不是防盲的时间 我看的还不是防盲的时间 普通时间 我在马西里你就看到 两个环境发展部的人 就对着一个收集处 另外那边两个 又对着另外一个收集处 好紧张啊 那个收的人也紧张 然后就担心 有没有一米距离 抓人有没有放口罩 变成你不是错 我没有说错 你明白吗 其实蛮紧张的 吃的人慢慢来 不急 问题三半时间到就急了 但是做工的人好可怜 像我跟你讲那个老人家 所以我们针对的是这样的问题 那要请问这些老人家工作的时间 是多久的时间 我告诉你啊 大家用自己的良心 这个不是exercise 他在那里收碗盘 不是运动 他是工作 你看那个除了 那个铁柜子 收集的 碗盘的 托盘的铁柜子的设计 高的又高 低的又低 那个老人家我看他 当然比张大哥矮了 不到六尺 不到五尺 五尺一五尺二这样 又驼背 意思是说身体都不好 很辛苦 我看他很辛苦 我说他能够顶多久 他是否是坐两个小时有人代替呢 还是没有 我是因为经过嘛 我不是真正的去考察 等到有一天我去考察 我就要看那些清洁功能 他的体能能够应付吗 如果他体能不能够应付啊 我跟你讲 做不久的 没有人要把自己的命赔上去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还是回归到这一点 我先表明我的立场 大家不用担心 那些人是诽谤 我没有诽谤 我诽谤他们会通知我嘛 要解析啦 所有的影片都是解析 这些影片全部都在谷歌里面 整个张大哥从前到后 整个过程的中心思想很清楚 就是我要发出 就是发出声音 发出什么声音 我自己有写嘛 活在人群之间 传达你和我的生命 那我谈政治 因为政治其实是很幽默 而且政治是每个人的权利 我们讲 我相信我现在在新加坡 六千多个subscriber 加上抖音 抖音也蛮多的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很多都是认识我的人 困难找我 我是你的同学 我是你朋友 当然有很多是 大多数都是 关心你的人 但有一些是来调侃 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 我都知道 不来时刻我都没有怎样 可是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人家就担心 但是你们担心不要害我 为什么呢 我没诽谤 你不可以硬硬说 我在 讲这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 我没有啊 你看哪一个影片我讲到不好 没有 所谓我没有讲到贪污 讲他不好是他做不好 讲他做不好 就可以被告吗 没有理由 真的嘛 不好就不好啦 因为你好像 哎呀 又讲到那个归环 那碗盘 就是现在 最辛苦的那个问题 如果他解决了 我就拍拖咯 那张大哥 退休后就要去 中午房门时间 就要去不同的 Hockey Center去 做这个Case Study 我要把它当成一个个案来看 你说你很讨厌 你要把它拍成影片 本来影片就是要揭露 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没什么错啊 我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那歌功颂德的人 就是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身在福中 不知福吗 你们就偏偏错了 就是身在福中知福 才担心以后我们的下一代 会不会 执政者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担心 好的执政者 我们向他自尽 不好的执政者 哎呀 他自己自动就下台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不战争是一党独大的 因为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现在世界的国家 很多领袖都是很大的 很独裁的 你看普京 坦白讲 其他他也是 但是他做得好 他现在是明军 明军 明军 overlaw了 喜欢到人 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他是明军 唐太宗 那有怕吗 怕一定他不是唐太宗 他是后来的那些宗就惨了 他会老 我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 但是他起初的毛泽东跟后期晚年的毛泽东 你拿来讲 所以我在一定程度我还蛮尊重李光耀先生 因为他虽然做很久 但是他还是把棒子交出来 那人家批评他有心机什么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他真的是交给 吴作冬 吴作冬又欣赏李显东 就是这样 他们的故事是这样 我们 都经历过这些人嘛 如果你看有些国家 那些领袖到后期都是坐牢的 尤其是韩国的总统 奇怪啊 做总统坐牢还有很多人 这么多人跟眼睛做总统 然后台湾的也是啊 一个阿扁 陈水扁 这个什么 这个是说告诉大家 为什么 最高的领导者都会有贪慕 有坐牢吗 有贪慕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国家 但是你还是可以同样的关心 同样的担心 目前为止是上面都很好 担心没有差看的话 下面的人乱来 而且我担心的是什么 你注意看啊 很多人贪污妄法都是因为赌博 赌博 赌博 赌博害很多人 那新加坡政府应该规定 我坦白讲啊 我觉得应该规定 除非公司 所有的公务员 都不应该进赌场 你选一个总统 你要有多少亿 才可以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就是曾经经营多少亿 那你这些经营多少亿的 包括那个银行的那些总裁 每个多少亿多少亿的公司 政府应该立法 不管你多大 你就是不可以在新加坡赌博 不可以进赌场啦 买万支票OK啦 因为你买万支票你不可以买太多嘛 你那个号码也不一定会开啦 但是你说张大哥可以赌马吗 可以啦赌马应该没问题 赌马这种 一场马 你马太多 他的那个赔率也没有掉了 是吗? 应该是这样讲嘛 太多人买 他的赔率就低了 所以 但是赌博不一样耶 你可以说哈的耶 倾家探产了 几十万几百万张 压在那个桌子上面 那是很可怕 所以啦 我今天就提出一个看法 是不是有些部门 关系到 比如说你的工作 关系到国家的钱财的 啊 你就不能够进赌场咯 没有什么嘛 就是这样的简单 就是 但是 但是我跟你讲啦 他们大概也不会上赌场 上赌场 谁不认得 躲在包厢里面 一传十 十传百 也不好看 我们的官员还好 我基本上认为 这个没问题 所以 我告诉你 有人关心我 我说不用担心 有什么事情我们错 我们不是slender咯 也不会去 我就跟你讲啦 我给他死 最多不是上法庭 没有 最多就是立刻道歉 立刻 说对不起 然后恒清 讲清楚自己的立场 真的要告我上法庭 我就认罪 认错 不是认罪 没有 认错 坐牢就坐牢了 没办法 反正我已经65岁 过去打屁股了 这种没有打屁股的 诽谤没有打屁股 就怕着鞭嘛 鞭一下 骨头吹不吹 我讲我的立场 怕死 怕死 怕死的人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又回到刚才 我想讲破口秀 我希望这个直播世界 可以 让我其他的单元 能够吸引人 可怜的张大哥 每天 放我的孙女 放我的孙子 放我的家庭生活 没人看 讲新加坡景点 去这边玩 那边玩 没人看 讲一些 心理辅导 希望一些 一些人可以听 也没什么人看 一讲到工人党 一讲到Worker Party 一讲到 好像现在 最近讲这个 黄巡才 讲政治的 哇 讲蜡伊莎 哇 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我难道 但是我知道我的立场 不要讲 我还是会讲 只是说 要突破 所以我就去 努力的去 看这些脱口秀 以后 退休了 每天 就是一个礼拜 有一些时间就写 我慢慢的转 不是说转 就是平时 没有什么大选的时候 就讲这些 那有人讲 哎呀 你不要讲这些了 有关系到 李显龙的 你不要讲 关系到李光耀的 你不要讲 他们很会伤 他们很会输人的嘛 你不要讲咯 我说 我问心无愧 我怕什么 他们也不是弄弄 说我们的嘛 对不对 没有理由啊 讲话 我今天 你看啊 我今天 所以还好了 新闻报什么 我没有新闻 今天新闻是张大哥自己的新闻 到现在 讲了25分钟 我只是表明 我作为一届草民 我做我的事 如果我被 定 定罪的话 人家也会看到底 合理不合理嘛 是不是 我讲坦白话 我不要 旁边的人一直替我紧张 我也紧张 不是张大姐 张大姐 她根本 不担心的 有一次我说 有问题我坐牢怎么办 有 张医很远 都无人去张医 看你很远 可以不可以 不要每天来 可以吗 我说你要每天来都没有啊 新加坡没有每天来的啊 一个礼拜就是要来一天 一个礼拜来一天 哦 我可以咯 带你喜欢吃的东西咯 不一定可以啊 吃都不容易带 那不可以 不要这样咯 不要这样咯 然后自己安慰自己啦 里面的一些大哥讲 你来你来 我们会 你在里面讲这些给我们听嘛 讲也是 一个洞里面16个人睡在一起 讲也是讲给另外这15个人听嘛 哎呀 不是啦 不要把新加坡想象到这样恐怖了 基本上你没有诽谤他们是不可以 你讲他做不好 有评有据嘛 这个是 都不是我的新闻 是新闻 报出来的新闻 我加以匹马 而且我之前都讲了嘛 好像我说 啊 政府立法是吗 那个 车辆注册局 路交局要立法说 那些外籍 是外籍嘛 勞工 驾车 载人的货车 旁边要一个跟车而已 根本很麻烦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方法 不过他们要试行我们也没办法 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 你要试行就试行 哦 你要试行我们就 我没有驾嘛 我没有驾车了嘛 不用空手法 好像我一直批判那些 大辆的车 大型的车 大马力的 你应该要 駕驶制造不应该只是3号啊 你应该3plus啊 3 3 3a啊 好像摩托车有2a2b嘛 根据马力不同嘛 这些大型的车 也要另外一个 一个高级一点的 驾驶制造 然后这一些人 不是只有这种来生的人 才可以驾这个车嘛 而且他一定要上一个特别的训练啊 其实可以要求 那个车行 就是 比如说 B字头的车 M字头的豪华车 那个车行本身 如果有顾客买他们的这一系列的豪华车 他必须 Conduct 駕驶的课程给他们 不是他们自己去 要让他们来上课 上一天两天都好 就是你要熟悉你的车啊 买了车不熟悉车很危险 你以为只要accelerate 搭一个油 然后就飞飞了 年轻人就是这样哦 他们以为他们在玩 Arcade 所以你看他免疫 那些大辆车这样 是四 讲一句不好听啊 自己 自己创 自己害死自己 那是不幸 如果是创造别人秧极其他的车辆 那就不幸中的大不幸 就是这样 所以我有很多想法跟看法我都有说出来 那当然我不知道当局有没有听我讲 听我讲他们就会改变了 我也讲大选嘛 我也不是替在野党 在野党 那一次也是上一个大选里知道一些问题 我在我的影片里面去看 怎么排队啦 怎么让老人家早上来啦 陪他来先啦 结果早上都没人来 结果全部下午头了 全部就jam在那边了 然后又什么job啦 让人家有一种根本不信任啊 选民很敏感的 很多事情你最后你没有得做 就是很多问题啦 我都讲了 就是过后平的时候就可以平了 那我们就事论事啦 对事对不对人 对人也有 就是他做的不好 他做错了 所以我今天半个小时了 我就讲这些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啦 也谢谢那些网友替我担心 因为我指责最高级别官员贪污 我没有嘛 不为他乱讲 就损害内阁成员生育 我不是指 我是指下面那些 我没有说善良不振下良会玩 我是说善良不差 没有这个是成员 我自己讲 不明差秋毫的话下良会玩 那其实是害死 自政党嘛 我这样讲 这样的劝告是好 他们就要有一个机制 不可以一直发生 因为 人民的眼睛在那边看嘛 哇你什么总监犯错 你还记得那时候还记得 那个Case海上还在Case 但是震惊啊 一个侨察官害死一对父子 那个事情大家明白 在口温那边嘛 好像是 这些事情让人家很震惊 我今天的新闻里面有一个保安的人 那个真的是气得人会跳楼啊 他继续威胁一对日本的那些住户 哇说他们没有安全距离啊 什么什么 要罚 要跟他们勒索一万块 然后说他是警察啦 说他电眼 几百个电影看到他犯罚啦 带女朋友 哇你看啊 这些人 要冒充自己是警察 你desperate 钱 desperate 到这种地步 desperate 钱不要开玩笑 就好像那些年轻人这样 一个月三千块 上天的害理害到很多老人家 把他们的出息都被骗去 最近又有一撒对骗子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很好笑 加65不一定 加65不一定是坏人耶 加65有些是当局的 就是有关当局的 是官方的 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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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别的那些 别的地方的 我就来 是吗 有时你在航空公司啊 你 比如说新航 航空公司 我不懂啦 是不是这样 有时听到那个 你打电话去跟他 谈话的那些人 customer service 好像不会讲英文的咧 好像菲律宾的咧 不懂他们是不是从菲律宾 所以我跟你讲 当那些打回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是 plus6 65啦 plus65 所以plus65也有好人 plus65也有坏人 有一些是招聘人才的 所以你要怎样 所以你看新闻说 问那个专家 还是有关当局的代表 他说 要小心啦 听听他们的声音 看他们 看他们的声音 是不是有威胁你 谁讲 谁讲 骗钱的人 声音会威胁你 骗钱的人 声音甜的要死 有些是骗了爱情 有些是爱情故事 甜的要死 让你愿意为他牺牲 所以我说那个官员 讲 根本的不专业 他说什么 第一 他说 有些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你要担心的话 就要 就是 他提出的意见 根本都没有办法 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回答 所以我就讲了咯 你就要去想办法 有他们已经设立那些 有一个 凡是电话来 他们会把那些 有时候我 我的电话 我的这个平板电脑 有些平板电脑是电话号码来的 这个从来不用的 竟然有人打电话给我 然后那边会写 哦 这小心 芯片啊 什么炸鸡 还不错 所以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大家老人家 看到Brush 65 Brush 65 就不要听了嘛 我坚持你继续这样 直到他们想办法 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官方的 可以不可以来一个Brush Plus 65 不过有没有冒牌的Brush Plus 65 我就不知道 所以Brush 65有正的 有不一定是骗钱的 当然也有 Brush 6 Brush什么国家的 刚好就是你的远房亲戚在那个国家打来 当然也是Brush 如果许弟兄打给我 从台湾来不用Brush什么 就会打给我 就是这样嘛 所以真真假假其实很难的 为了不要上当 也不要听 不要担心 不要听到这种东西 凡是Brush 65 你就是不要听了 我是过电话了 银行要找我什么法 派人上我家 我也没有多少 银行不会找我的 找我的不是好事 应该是没事 是不是 政府要找我 找我 找我 找我什么 其实都有 SMS都可以的 通知你 好像我们的所得税 他就会WhatsApp你啊 SMS你啊 哎呀 所得税好啦 你可以download啦 欠多少钱 每个月还多少啊 知道的吗 银行如果有什么事情 找你就找 好像我订那个 厕所纸 我气得要死 订六卷 结果他只有一卷 他就 SMS我嘛 Sorry啊 我没有六卷 厕所纸只有一卷 张大哥 为什么订六卷 因为我不喜欢去百货公司 或者去超市买厕所纸 拿着长长的厕所纸走路哦 不好看啊 我就是不喜欢 所以张大姐就 整天就告诉我说 欸 厕所纸要玩的 厕所纸要玩 我每次问他 还有多少 一大包有十卷 有多少卷 已经没有了 剩下一卷两卷 很快 结果他 订了六条 只来一条 就是十例 气得要死 他说 订两个有折扣 所以我订三份嘛 就六个嘛 结果只来一个 又没有折扣 他就SMS你说 可以吗 我也没有说不可以啦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 说可以 有有有有有 我有说可以 我没有说不可以 他们是 就是这样的 他们 他说可以不可以找替代的 我都是说不要 我明明要这个牌子的东西 你给我另外一个牌子哦 很怕的吗 厕所纸你懂啊 要 这种不可以省 要用啊 是 要很好 举层一点 厚一点 薄一点 等一下啊 哈哈 大家知道我的仪式 吃饱饭不好意思啊 用厕所纸的 那呢 那那个送厕所纸来的 那个 那个 超商的 送货员来 我就跟他解析 所以我买了6 他们给我1 没有计划 什么 哎呀呀啦 今天啊 我的航空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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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床 哎呀 他说 very good啊 this one yeah good啊 他说 you don't use how you know good 这个玩笑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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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ver use I use water 马来同胞 没有用厕所纸 他们用水 很好笑 我们也用水跟厕所纸 没有人只用厕所纸 不用水 对不对 他们习惯了 省很多钱 好啦 这个有点像脱口秀的味道 只是没有组织好 我会幽默地问他 how you know 这个 我说这个厕所纸 为什么你懂 因为我 不是你没有用的吗 是是是 我没有用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买 很多人买 我说好他是好 所以他很聪明 他要跟我们打好关系 他们很开心的 他们这一个 这一个 我不要打广告了 他们开心 因为他们是拿薪水来跟我们 送多少都不要紧 最怕没东西送 等一下没有 就裁员 有一个就不开心了 不懂 好像每一份他收 就是送货送一次收 送货的钱 多少还是一分钱 所以你订很多 他脸臭臭 所以我不高官那边 我高官这个 因为我问他们 你们是拿salary 对不对 是是是 没有什么bonus 什么 送多有多 送少有什么 没有没有 拿薪水很好了 很好了 每天做完 该做的就对了 这样过日子很开心 有些是没薪 没薪水 送一单就给三块钱 比如说 送十单也是三十块 一单多少不管 行衰 阿朗 好 谢谢